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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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星星 大家午安 我是台灣大大天宇 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介紹 深刻驗證服務的手錄訊 台灣最近幾年其實詐騙的新聞 常常佔據我們的新聞版面 比如說房客利用這個獎名字 跟訪通簽約 或者是社訊保全 利用這個偽造出戶的身認證的方式 來去詐領那個社區的公款 那多年前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是王岐先生在右邊這位 其實他利用很多的假的身份 來詐騙了很多人 那利用的成績成本被騙過 那想要請各位貴賓想想看 貴公司的這個作業流程 是不是有類似的狀況 或者是說在某些環節裡面 缺少這個QIC 那我相信您的信念呢 也是有驗證身份 這個客戶的身份的需求 但是如果說有一個更可靠 然後成本更低的決策方案 覺得各位沒有興趣 了解的挺舉手的嗎 好 謝謝大家的捧場 那果然這個是 我相信這個也是很多企業 共同的目標的心聲 那台灣大哥大本身具備 身份驗證專業的經驗 那同時也結合我們 電信天賦我們的實體門市 跟線上客戶的優勢 來為企業提供一個 虛實整合的一個 身份驗證服務 是接下來跟各位貴賓報告的內容 那各式各樣的企業呢 其實都會有 KYC跟驗證客戶身份的這個需求 比如說我們在做企業的人 照顧的時候 那辦理線上測驗 要檢查 來考試的人是本人 還是相守來考的 那企業會員的申辦 或者是說我們在租車 租房子的時候 需要確認承租人的身份 那與據調申請 甚至利用在那個交友軟體的 實驗認證方面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 企業在進行這個KYC 所面臨到的問題跟痛點 第一成本實在是很高 因為往往都採取人工作業跟資本的審核 那有時候還要搭配這個資本的文件來回寄送 那起碼要三天的時間 那有時候商機就不見了 那我們來取這個電信文化的 遠距的申辦為例 客戶如果說同意申辦之後呢 那我們電信公司會請物有這邊 去客戶加裝去收件 確認客人的身份 收取證件的銀本 然後請客人再次舉出他們簽名 那麼物流公司會再把這個文件 再打包 送回到電信公司這邊來做存償 那整個流程會產生雙向的物流成本 跟交易效率的問題 那接下來是 客資外一些更人文素師的風險 那資本文件呢 在企業內部常常會有些不同的部門 或者是經辦來做處理 那這個文件傳統的過程當中 非常容易外寫客資 那現在客資法那麼嚴厲 其實這是一個很高的風險 那麼傳統的KYC呢 往往會有很多人文因素的介入 比如說企業員工在進行這個身份證的真偽辨識 或者是螢幕資料上的方面 其實在不管是專業度 或者是在注意力方面 很容易產生俗失 那也容易誤判 那我們來處這個租車 舉這個租車公司為例 現在雖然很多的租車公司 都有提供這個線上訂車的這個服務 但是領會取車的時候呢 還是得copy 客人的身份證跟駕照 那麼有資本的文件 就有歸檔跟碗裡面的問題 那台灣大哥大的身份驗證的服務的解決方案 就是直接面對這個痛點來提出 那以下要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的solution呢 跟傳統的KYC 實體的KYC不同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數位驗證的方式 來提高效率 比如說這個身份證 繁美的辨識 或者是生活辨識等等 那麼但是我們又跟純粹的 那個線上的KYC不同 因為我們有實體通路的和聲的功能 所以這是一個趨勢整合 線上跟線下融合的一個 完整的身份驗證的服務 那我們提出的服務的框架呢 包含這些的component 那這些流程呢 可以根據企業的這個需求呢 來做彈性的搭配運用 比如說有些企業 可能需要實體加虛擬 那有些企業呢 只需要實體的能色合成的功能 那我們來一一說明 首先是證件的防偽辨識 那我們是利用這個影像辨識的技術 來去分析 理解這個證件上面這些防偽的設計 來去判斷這張證件 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第二點 證件OCR 這個顧名思義 我們是利用光學文字辨識 跟AI的技術 來去截取 證件影像檔上面這些文字資料的過程 辨識出 身份證上面的 新名 生日 證件號碼等等資訊 那辨識出來的結果呢 也會提供後續的作業的搭配運用 好 接下來是生物辨識 那我們是使用人眼辨識方式 來去確認 使用者是不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個體 那麼比對客戶他的自拍的大佛照 跟身份證上的大佛照的一個相似度比對 那同時 運用這個國體的檢測技術 來防止 盜用別人的照片 或是帶別人的面具 來做一個欺騙的手段 來提高身份驗證的這個可靠度 那第四點是MOPO ID的門號認證 那門號認證基本上是利用 使用者當初跟電信公司在申請門號的時候 的一個資料當初是一個基礎 然後像電信公司這邊 去確認手機號碼的 這個用戶的基本資料 來當初是一個識別 那我們每年都會報稅嘛 報稅其中有個管道 就是用門號認證的部分來做這個驗證 那我們的身份驗證機制呢 也整合了門號驗證的這個服務 那透過這個證件OCEA 所辨識出來的這個證件號碼 來去跟門號認證 這邊做一個double confirm 來去確認證件的持有者 跟門號的所有人之間的關係 來強化這個身份的核實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說 透過剛剛的幾個step 所驗證機制的一個demo 那我們來舉證券開會的網路申辦為例 那透過件上的網站呢 導引他們的客戶 到我們的身份驗證的服務的時候呢 首先會看到簡單的一個 畫面的操作質疑跟說明 那接下來會引導使用者 進行身份證的主要翻轉 前後的翻轉 然後這個時候會檢查 身份證上面的一些方位標籤 然後拍攝身份證的正面 跟反面的那個影像資料 來進行所謂的歐西亞原子辨識 那接下來就是引導使用者來拍攝自己的大頭照 那這個動作也非常關鍵 因為它會用來做為使用者的主體的辨識 那最後呢被啟動這個電信驗證 然後會得出驗證結果的 綜合的評估分數 來說明操作者是本人的可信度的百分比 那整個線上驗證獲勝只需要兩分鐘時間 那對照這個資本文件 動輒可能需要三到五天的時間 這個效率可說是大幅的提升 那麼線上驗證獲勝當中 如果說有些困難 使用者也可以使用我們的 七成二十四小時的客服的專線來提供協助 那整個聯繫過程當中 全程的錄影跟錄音 保障消費者不被光明勝敗 那有些產業跟公司呢 因為法規的要求 或者是企業本身的一些顧慮 它除了線上驗證的和聲的功能之外呢 可能也需要實體和聲的功能 但是企業如果說要去做這個目的呢 去開啟百家人的事 這是不可能的 也不make sense 因為這個付出的龐大的成分是很客觀的 那台灣大片及全國 包含我們離島的金融跟澎湖 將近七百家的美式 就可以直接由我們來為企業 提供這項的服務 那我們來組這個租車公司的 這個匯人的申請為例 租車公司如果說想要提供 實體美式的和聲的功能 給他們的客戶的話呢 就可以透過他們的 透過我們的身份驗證的服務 然後呢將他們的客戶引導到 就近的台客大的門市 那使用者呢 只要使用身份驗證服務的過程當中 所產生的條碼 那我們的門店的業代 就可以很清楚的掌握 使用者所需要服務的內容 然後完成真人和聲的作業 那各位要知道說 其實電信門市在這方面 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一個優勢 因為客戶的身份驗證呢 本身就是我們的日常 那專業的業代呢 也能夠為各位做好各項的數位服務 最後 KYC-100TL Homeboard 這項方案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結構洞 一個超強的連接器 那它整個四項的一些元素 第一 我們全國將近700家門市 第二 我們有1500系的客戶人員的團隊 第三 覆蓋所有的電信業者 所有的行動電話門號的用戶的 門號認證模擬ID 第四 我們有多項的數位驗證的技術來做支撐 把這四個元素呢 作為一個connector 成為企業通往所有的消費者的一個連接器 不管是你的客戶 你的供應商 你的員工等 等等的 那這項市場上獨一步的服務呢 就是我們認為未來的關係 那以上是我的介紹 也歡迎我們聯繫 謝謝 好 感謝同學 謝謝你們 謝謝